回乡鬼市 我的父亲叫李建国 出生在解放前 生长在解放后 但我父亲的思想 却和那些重男轻女的老顽固不同 否则可能就没我了 而这还是和父亲的亲身经历有关 他也不止一次和我说过 那时父亲刚刚上班 也娶了我妈 唯一的愿望 就是再生一个大胖儿子 有天奶奶收到了一封信 信中说是住在深山的远房亲戚 要结婚了 希望奶奶能回去参加 建国呀 妈年龄大了 这家里也有事 你替妈走一趟吧 嗯 你放心吧妈 过几天我正好放假 就这样 放假后的第一天 父亲大清早便出门了 由于亲戚家 是在深山的一个小村子里 交通也不方便 父亲在坐了八个小时的火车后 还需要坐两个小时的汽车 当汽车到站后 父亲打听清楚后才知道 到村子还需要走一个多小时 所幸只有一条路 不会迷路 直到父亲走到太阳快落山 才走到亲戚所在的小山村 远远地望去 山村幽暗又静谜 低矮破旧的房屋 杂乱无章地坐落在一起 父亲寻着人生来到一处小院 这里果然是亲戚家 别看乡下穷 结婚却是大事 有的地方甚至大半七天 嘿 你找谁啊 啊 我是新郎赵铁袋的亲戚 我过来参加婚礼的 经过好心村民的指引 父亲终于在一片忙乱中 找到了赵铁袋 便将母亲交代的话和礼钱带到了 寒暄了几句 毕竟也不常来往 说太多也不知道说什么 和新郎寒暄了几句后 父亲就找了个地方坐下来 等待开饭 在这偏远的村子 结个婚也不容易 铁袋家条件还算比较好 就这样 新娘家彩礼 也要了五千块 这可不是个小数目 随着夜幕完全降临 桌子上坐满了人 酒席便开始了 村妇们也开始忙着上菜 本来父亲就是一个爱喝酒的人 而铁袋家自酿的酒又特别好喝 父亲不知不觉地就多喝了几杯 整个人也有些醉醺醺的 不到一个小时 父亲就感觉有些尿急 便起身寻找厕所 但人生地不熟的 父亲找了一圈 也没看到厕所的位置 和这里的人又不熟 父亲不好意思问 便转身出了院子 远远的 父亲看到有一片杂草地 想着那里不会有人去 便想去那里方便 等走近了才发现 这片杂草地的草 都长到半人高了 这人要是藏进去 任谁都别想找到 晚上的山风凉爽无比 原本有些危罪的父亲 经风一吹 也清醒了不少 正当父亲眺望远方 放肆挥洒时 一个模糊的人头 在距离他不到十米的地方 突然凭空出现了 然后这个模糊的人头 还回头看了一眼我的父亲 父亲当时被吓得 瞬间清醒过来 父亲保持着之前的动作 一动不动 眼神却在周围来回寻视 耳朵也仔细地辨认 希望能听出一些什么 但除了山风吹过的声音 却什么也没有 父亲呆呆地 站了好几分钟 见真没什么动静 便认为是自己喝酒 有些多了 于是提好裤子 准备离去 就在父亲转身的一瞬间 突然有一只冰冷的小手 搭在父亲的手上 将父亲吓得一机灵 父亲猛地一回头 却看到一个六七岁的小女孩 小女孩的衣服虽然有些破旧 但是长得却很可爱 眼睛大大的 似乎能滴出水来 父亲抬眼望了望四周 却没有看见其他人 小妹妹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你不怕黑吗 小女孩没有回答 父亲的问话 依然瞪着大大的眼睛 看着父亲 似乎有什么话 想说 却说不出口 父亲看小女孩不说话 又这么可爱 怕小女孩遇到什么危险 便想把小女孩带回村子里 这儿这么冷 叔叔送你回去吧 父亲说完 就弯腰将小女孩抱了起来 让小女孩坐在自己脖子上 在小女孩骑上来的一瞬间 父亲感觉脖子和肩膀上 好像压上来一块冰 冷得全身都不自在 你怎么这么冷啊 你在外面玩了多久啊 小女孩并没有回答父亲 反而拉了一下父亲的头发 叔叔 你先别走 我妹妹还在里面呢 你妹妹 你赶紧把她叫出来啊 这天多冷啊 小女孩听了父亲的话 手上的劲儿 不自觉地大了一些 扯得父亲头皮一紧 我妹妹 她不在这里 她掉到坑里了 我父亲一听 也不敢耽搁 毕竟人命关天 赶忙问明小女孩的妹妹 在哪里 在前面 一直往前走就是了 就这样 父亲按照小女孩的指引 一直往前走去 不多时 一大一小 就走到了一片深山老林 随风摇曳的林中 时不时还传来 一阵猫头鹰的叫声 听起来 很是瘆人 父亲连走带跑 估摸着差不多 走了一两公里 才出了小树林 来到一片洼地 也就是小女孩所说的 妹妹掉落的地方 这片洼地 有一半都是水 月光照射下来 泛着冷冷的光 安静又诡异 父亲见到了地方 便卯足了劲 喊了起来 小朋友 你在哪儿 我和你姐姐来救你了 父亲喊了半天 却一点动静都没有 这时小女孩 却敲了敲父亲的头 让父亲将她放下来 叔叔 你别喊了 你放我下来 我指给你看 父亲将小女孩放下来 小女孩拉上父亲 便往前走 没走几步 父亲跟着小女孩 来到一个很小的水洼旁 叔叔 就是这里了 父亲停下脚步 顺着小女孩 手指的方向望过去 只看到一只惨白的小手 伸在外面 其他的 什么也看不见了 似乎这里 是一片沼泽地 父亲见此情景 哪里还敢犹豫 急忙伸出手 拉住小手 往上提 父亲本以为 能很轻松地 把小孩拉上来 但用力一拉 却感觉到 有一股犀利 似乎要将它 也吸进去一样 父亲一犹豫 那只小手 就从父亲手中滑走了 父亲一看小手 完全消失在水洼里 急得急忙跪在水洼旁 用水挖泥 父亲慌乱地挖着 没多久 身边就聚起了 一小堆泥水 挖着挖着 父亲终于挖到了 小女孩 但是却是一个 小小的尸首 一具惨白的 已经死去多日的小孩 一丝不挂 还散发着 浓浓的恶臭 父亲被吓得 立马跳起来 他没想到 自己挖出来的 竟然是一具 死去多日的尸体 惊慌失措的父亲 拉起小女孩就要跑 但此刻那个小女孩 脚下就像生了根一般 怎么拉都拉不动 叔叔 我妹妹没有死 不信你看 父亲顺着小女孩的话 回声望去 却吓得更加说不出话来 只见泥坑里 传来一阵 巴唧巴唧的声音 像是人的靴子 在烂泥里 来回走动的声音 渐渐地 一个小小的头颅 冒了出来 当小孩小小的身躯 爬上来时 那双已经灰白的眼睛 死死地盯着父亲 吓得父亲 都快要尿裤子了 父亲想要逃跑 但是小女孩 却死死抓住父亲的手 无论父亲怎么用力 都挣脱不了 小女孩 拉着父亲的手 向泥坑走去 即使父亲 没有迈动脚步 但是小女孩的力气 竟然大到 将父亲拖着往前走 叔叔 妹妹好可怜 你帮她找到 她的爸爸妈妈吧 泥坑里的尸体 此时已经完全走出来了 瘦小惨白的身子 正滴着不知名的液体 她见父亲 被小女孩拉扯过来 竟然伸出两只手 像是撒娇一般 笑着要抱抱 父亲看着惨白 模糊的脸 大脑一片空白 不知道应该怎么做了 一阵凉风吹过 小女孩不知怎么 就上了父亲的脖子 一阵冰凉感 使父亲头脑 感觉清醒了一些 叔叔 妹妹让你抱她 去找爸爸妈妈 父亲忍着脖子上的冰凉 准备伸手抱起眼前的妹妹 但是双手 却不受控制的颤抖 当接触到妹妹的瞬间 父亲双手顿时 被尸体流出的液体沾染 一股恶臭 向父亲鼻子扑过来 让父亲差一点吐出来 就这样 父亲脖子上 坐着一个小女孩 手上抱着一个妹妹 往来时的方向走去 一路上 猫头鹰的叫声不绝于耳 让原本已经很恐惧的父亲 更加疑神疑鬼 好不容易走到先前的野草地 父亲却看到有几个孩子 正在里面钻来钻去 他们身影飘忽不定 还散发着微微的光 显然是和自己遇到的小女孩 是遗泪的 看到这情景 父亲吓得不敢往前走 但是头上的小女孩 不乐意了 拉扯着父亲的头发 不断催促着 快走呀 怎么不走了 他们 不会对我怎么样吧 你只管走 不要管这些 小女孩的话 就像是命令一般 让父亲无法拒绝 只好颤抖着双腿 慢慢向野草地移动 那些还在兮兮的小孩子 都停下了动作 全部转过头 定定地看着父亲 双眼发着绿光 脸色阴沉 似乎是要把父亲 吃掉一般 父亲吓得 不知道从哪来的勇气 迈开步子 向前跑去 头也不回地 冲出了这片野草地 当跑出草地后 父亲突然发现 刚刚遇到的 好像都是女孩子 父亲为了 确定自己的想法 回头看了一眼 发现确实如自己所想 全是女孩 没有一个男孩 头上的小女孩 似乎又不开心了 生气地扯着父亲的头发 不断催促着 你发什么呆 赶紧走 去新郎家 新郎的父母 就是妹妹的爸爸妈妈 此时的父亲 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急忙向新郎家走去 父亲只希望 赶紧甩开这个包袱 来到新郎家 此时宴席 已经结束了一段时间 只剩下一些村妇 帮忙收拾 而有人见他进来 马上冲他大喊起来 你拿这个进来做什么 赶快出去 父亲哪里还能顾得了别人说什么 不管别人怎么叫唤 直直地 就向新郎的父母那边冲去 来到新郎父母身旁 急忙将手中的尸体 交给老人 带着哭腔说 是一个小女孩 让他送来的 将尸体交给老人后 父亲一溜烟 就跑到水井旁 不断地清洗着 自己的手臂和脸 父亲一直洗 一直洗 直到双手通红了 这才停住 这时 父亲才感觉到脖子 已经不再凉了 父亲低下头 原来小女孩此时 已经从自己身上下来了 正站在自己面前 面带笑容地 看着自己 叔叔 你是个好人 不会嫌弃女孩子 谢谢你 说完这句话 小女孩就在父亲面前 消失了 当父亲在回身望去的时候 只见之前自己抱着的尸体 早已变成了一堆白骨 静静地堆在地上 一颗小小的头颅 摆在最上面 新郎的父母 站在白骨前 默默不语 而新娘 早就晕过去了 新郎坐在新娘身边 不知在想着什么 一场婚礼 变成了噩梦 这是小女孩 回来寻仇了呀 早就说过 不要那么残忍了 你别说人家 你忘了你家 闹腾的时候啦 从村民的窃窃私语中 父亲才了解 原来是这个村子 重男轻女很严重 便要人家 将女童杀死的恶习 而父亲 抱回来的妹妹 是最可怜的 据说新郎的父母 怕重新投胎来自己家 便听信巫婆的话 用了残忍的手段 出了这么一档子事 父亲也不好再待下去 第二天便坐上了 回家的车 在车上 父亲突然发现 自己原来也是错误的 男孩女孩有什么区别 不都是自己的孩子吗